美国财政部26号宣布制裁委内瑞拉外长阿里亚萨 阿里亚萨回应说制裁是美方的绝望回应 美财政部当天发布声明说 美国将持续打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身边人 包括在马杜罗政府内行使外交职权的人员 根据相关规定 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阿里亚萨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自己日前在联合国谴责美方对伪方的制裁和封锁是犯罪 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制裁这一绝望回应 他说这证实了我们在走正确的道路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力量去继续战斗